我们使用的是20厘米的方形纸 首先第一步 还是对角线对折 然后我们将它反过来折一个十字线 然后我们展开之后 我们将对角线的这个区域向里收 然后得到这样一个形状 然后我们取其中的一个 将它从中间展开 然后这样压下去 压下去之后 将底下的两边向中间对齐 然后我们翻开 将这个撑起来 这样 然后将它向下压过来 然后将右侧的这个向左侧翻过来 然后我们这一侧就折成了一个这样的形状 然后其他这三层跟这个折法是一样的 明镜需要贫大致的 将这个有一个比较滑矿的 然后加入桃子 南瓜 刚刚才反过来 一样的 然后将它合在一起 然后我们翻过来 这两边采用同样的滋味 然后把铺子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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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铺子切成 可惜 搅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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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现在折的一个效果 就是每边是有这样四层 然后这边也是四层 然后我们将上面从这儿 将它给抬起来 抬起来之后我们看这两个顶点处 我们将它连在一起去折一个折痕 然后右边也同样将这两个顶点连在一起 这个时候我们还顺着刚才的结构 就是两侧这个因为刚才是向中间的 我们还把它压到中间 然后把这个向外推一下这样 然后是这样一个结构 右边同样就是将它向外推 这样压下来 压下来之后我们把它展开 然后得到的是一个这样的 看一下这边 还有右边 然后我们将下边的这两层向上翻 然后这两个也翻最后一层 然后这两个也翻最后一层 然后注意看最外面的这一层 我们将它向右侧折 右侧折是以这个顶点开始 然后折完之后 这条线它们是重合在一起的 然后我们这条折线 然后我们这条折线跟这条线 是一个90度的一个关系 然后我们再将它向左侧折 同样这条折线跟这个也是90度的关系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将这右侧的这一层 将它可以拉出来 然后顺着这个压过去 压平整 然后这样将它翻过来 翻过来之后 我们将左侧上面的这一层 将它拉出来 拉出来之后 拉出来之后 我们将这一部分 沿着这条线向左侧去翻过去 然后这个顶点跟这个顶点对齐 然后展开 展开的时候去找这两条线的一个中心线 然后展开 这个时候我们注意看这个位置水平的这条线 我们将右边的这一层沿着这条线向下翻过来 然后 刚才就上一步我们折的这个折痕 沿着那个折痕将它这样压过去 压过去之后 就是这个中心线 竖直的这条线 将它向左侧压过去 压过去之后我们再将它翻上去 将U车的这一部分翻上去 然后我们看这一层 就是将它像这样 让它翻一下 可以再看一下这一块 然后翻完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左侧这两层是 从这个血线拖出来的 然后翻完之后 我将这两层将它翻到里面 翻到里面之后 我们看这一整个部分 将它从中间分开 这样分开之后压下去 给它压平 压平之后我们看一下 就是左右两边 还有中间这一个层 然后我们看右边的这一层 就是我们将这一整个部分 将它向上拉 就是整个底下的这一块给拉出来 拉出来之后 我们先将上面这个向右 向左侧翻一下 然后我们这个拉出来之后 我们看上面的这一层 从中间撑开 撑开之后 将它这样压下去 然后像这样去折 一个折痕 然后上边也这样去折 然后上边也这样去折 折完折痕之后 我们将它展开 然后将它拉开 拉开 拉开向左侧 然后沿着刚才的折痕 将它压平 将它压平 先看下面这个处理 就是将它向上翻 这样翻过来 我们目的是 先得到这一条折痕 得到这条折痕之后 将右边的这个 也这样向上翻 将这个斜边与这个水平的这条 现在对齐 然后我们得到这个折痕之后 我们就这样 就是将底下这一层 稍微拉开一下 然后这块也撑开 就是我们的 我们的目的是说 把这一部分 就是像这个 塞到中间去 将它塞到里面 我们可以先把最里面的这一层 这样给它折过去 然后再向外翻 所以我们翻完之后 这一步有一部分凸起 然后再把这部分凸起 给向上翻过来 然后下面就是这样一个效果 我们上面这一部分 跟下面这个操作是一个对称的 也是先在两边去折一个折痕 将两边的这部分 都向水平的这一条线去对齐 然后得到这两个折痕之后 我们将它稍微撑开 然后先沿最靠近中线的这个 斜的这个折痕 将它折 然后我们再向外翻一下 放完之后 将最外层向下翻 然后这个效果就是这样子的 我们看一下 就是把它压过来这个效果 就是我们的目的是它 就是这个方向 让它有一半的这个部分 塞到里面去 就是如果你有其他的折法 习惯其他的折法 可以按你的办法来 然后先把它保持这个压平的这个效果 然后我们看底下这一个长的这一层 就是这个部分就是有一条水平的线 我们将它从中间撑开 然后将它向上翻 就我们发现这一条向就是整个是跟这条水平的线 是重合的 然后这个部分 其实有一部分折痕 这里有个折痕 我们沿这个折痕 这样撑开 然后我们将右边的这个整个压下 就我们保证压压过来的这个过程 是跟这个线 它的中心线是重叠在一起的 然后我们看右侧 这两个尖点 它是这样有一个弧度 我们沿这两个尖点 去折一条折线 让大家看一下这块 是有一个顿角比较大的一个三角形 然后我们将这一部分 将它紧贴着这个 向右翻 翻过来 但它翻的这条折痕是一个 竖直的一条折痕 然后我们左边的这一部分 跟刚才我们右边的这一部分 是一个对称的结构 首先将这两部分 整个 向外拉 就是从这一层 将它拉开 然后我们将中间的这一部分 先将它翻到右侧 然后我们看上面的这一层 将它从中间撑开 像这样压过去 然后 然后 将它翻折 与这个水平的线对齐 然后将它翻开 我们将这一层再给拉出来 然后沿着刚才的我们的这个折痕 将它给压平 压平之后 我们这样压回来 我们看一下这一部分 我们看一下这一部分 就是我们下一步的操作 是要将这一部分 它这个上下 就是二分之一的位置 整个塞到里面去 然后 然后将它两边 像这个水平的这条线对齐 先去得到一个折痕 得到折痕之后 我们将它稍微撑开一下 先沿着最底侧的这个折痕 向下压 先沿着最底侧的这个折痕 向下压 压完之后 下面左右两侧 向中心线对齐 得到了这两个折痕之后 我们将它稍微撑开一下 先沿着最靠近水平线的这个斜 斜的这个折痕 将它这样撒过去 然后再沿这个中间的这条折痕 将它向外 去稍微翻一下 然后 将它翻上去 翻上去之后 这个 斜边 这个线的边缘 这层纸的边缘 是到这个水平线的这个位置 然后把它压一下 然后先将它展开 然后下面的这一盒 撑开 像这样 翻上去 翻上去之后 看我们这个 斜的方向是有一个折痕 沿着这个折痕 我们把它可以撑开 撑开之后将台压下来 压下来之后 注意看这两个顶点 将它们连在一起去折一条这份 然后将这一部分 向左侧的翻过去 然后我们记得把中间的这一部分 恢复圆状 然后我们看一下 右边 右边我们将它从这儿 给撑开 稍微撑开一下 然后将这个边线 与这个中心线对齐 折完之后 将它再给压下来 然后左边同样 将它给撑开 然后与中心线 竖直的这条中心线对齐 看一下上面的这个处理 再压下 然后我们翻过来 翻过来之后 右侧是跟它一个对称的折法 将左侧 这一层 可以撑开的这一层 与这个中心线去对齐 将它翻过来 右侧是跟它一个对称的折法 折到这个中心点上 折完之后我们看 这边这个顶点 将它折到这个中心点上 它刚好会落在这个竖直的中心点上 然后我们看这个顶点 将这个顶点翻折过后 它刚好会落在这个竖直的中心点上 它刚好会落在这个竖直的中心点上 这个时候我们注意看 我们刚才这条折痕下面的这两个点 然后沿下面的这个两个点 将上面这一层向上翻过去 向上翻过去之后 底下的这个顶点 去翻到这个位置 就是这两个翅膀 大概在这个位置有一个尖点 就折到这一条水平的位置 压平 压平之后我们看 这一个位置 将它 这样 沿这个位置 向里翻过去 翻完之后我们 这样翻过来 然后看这个位置 将这个位置 向上去翻一个脚 翻完之后是这样子 然后左侧 也将它向上翻一个脚 翻完之后 放完之后我们将它整个 沿这个竖直的中线 这样翻过来 翻过来 然后将它向上翻过去 翻过来之后 我们注意看 这一部分 就是沿这条竖直的线 将它向上翻一个脚 然后将整个这一部分 向上翻过去 然后我们看头部的这一部分 然后我们看头部的这一部分 它是有三个分子 然后我们取 最前面和最下面 这两边的这两个分子 将它先翻到下面 向下翻 就这样翻过来 然后我们看头部的这一部分 放完之后 就是我们这个 靠近右边 右边的这个边 它是一个竖直的 然后里面的这个 向下翻过来 翻过来之后 中间的这个向上翻 它是这样 它是向 这样翻过来 翻过来 我们先看一下尾部的这个部分 就是沿这条水平的线 向下 翻翻之后 从这个位置 撑开 就是撑开之后 这个顶点是在这个位置 将它压下去 压下去之后 我们左侧的这个顶点 也是落在水平 这条水平的线上 然后我们直接从 就是将这两边 被它掏开 掏开之后 就是 中间的这条线 我们稍微给它顶一下 就顶一下 就是将它 能够压到一起 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 将它 向下拉 就是它稍微是有一个手感在这里 就是我们可以直接 向下拉 拉完之后 我们注意这一条斜边 它一会是跟这个位置是重合的 然后这样给它压下去 压下去之后 我们注意 左边这个顶点 跟这个顶点的位置 将上面的这一层 将那两个顶点 给连在一起 连在一起 连在一起是有一个折痕 然后折出来这样一个三角形 我们将这整个三角形 就是 给它塞到里面去 就是这会稍微拉开一点 被它塞到里面 你可以看一下就是整个是沉到里面去 然后给它压平 压平之后 将这里向下去压一个小角 然后将它塞到里面去 塞到里面之后 我们注意看 就是我们将这一场稍微 这样拉开 我们注意看 我们注意看 左边 这个位置 这个 点 将这个点 与这个 就是注意这个点的位置 然后从它这个 衍生 衍生到这个 竖直的这个 位置 在这个位置 折一个稍微小的一个斜边 看一下这个斜边 然后将这个折的这一部分 将它也塞到里面去 这个 撑开一下 直接向里去压一下 然后给 捏平就可以 然后是这样一个 效果 就是它是这样 有一个斜边 然后再来一个斜边 再来一条 横线 然后从 这个 终点的位置 到下面 也去压一个小的斜边 这个斜边直接向里 侧去压就可以 然后 右边 右下角这个位置 也去向里 压一个小的斜边 然后我们压出来这两个斜边之后 它底下是有两个顶点 这两个顶点我们再稍微向里去压一个斜边 就是这一块这个斜边就是很小了已经 我们会发现现在这个位置它是比刚才更圆了一点 然后我们将这个拉开 因为它最后这个鸡尾是这样一个结构 我们将这一边同样的折法 先这样压一个斜边 然后这个位置 也去压一个斜边 压完斜边之后 在这两个顶点的位置 再向里 去稍微去压一个小角 压完小角之后 这一部分就非常的软韵了已经 然后将它这样调整一下 然后将它这样调整一下 然后看一下鸡尾的这一部分 然后我们注意看 这个尖点 这个位置也需要向里去稍微去折一个小角 因为它有两层 我们将它折向这个中间 然后你会发现就是整个鸡尾的这一部分 就一个特点 它就是接近圆 接近这个弧度一个曲线 然后我们继续看鸡头的这个轮子 然后先从最上面的这个开始 就是在左右它这个中间的这个位置 去折一个折痕 我们得到这个折痕之后 将左边的这一个小三角 整个塞到里面去 里面去折一个鸡尾的这个鸡尾 然后我们来看看 再折一个鸡尾的鸡尾 再次装到鸡尾的鸡尾 再一遍 全部鸡尾的鸡尾 再次装到鸡尾的鸡尾 再装一样 就是内容 在鸡尾的鸡尾 塞到里面之后是一个这样的小块 可以看一下 然后下面的这两个 就是将它也是折一半 然后将它塞进去 但因为底下这两个它的层数比较多 我们大概需要抽出四尺 就是将它塞进去的这个抄轮 就是光外边的这个轮子 它这个轮片 它就抄作两次 然后里面的一会儿也要抄作两次 就这样吃了 这将它们的有钱 就是要把汁切成立的 如果它们的颜色就想到 它们就像是鸡蛋 它们主要是像别像 就像是鸡蛋 这样子就像是鸡蛋 就像是鸡蛋 是鸡蛋 就像是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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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鸡蛋 然后就像鸡蛋 就像鸡蛋 就像鸡蛋 轮子的这部分就已经折完了 我们再看我们这个机翼的处理 然后我们看这个位置 将它向上去折一个小的尖角 这是冒了一个尖 然后我们看机翼部分的处理 首先看这一条红线 就是我们将这一部分沿这条红线向上翻过去 然后反过来同样 将它翻上去 翻上去之后我们看这个位置 就是底下的这两部分 它一会是折这个下面的这个飞机轮 就跑在轨道上的这个轮子 然后从这个大概中间的这个位置 我们将这个机翼翻过来一部分 然后上面 向下翻过来一部分 翻过来一个角 然后翻过来这个角之后 这两个顶点 向里去折一个小角 左边也折一个小角 就一定要保证这两个小角 它没有连在一起 因为这个折的效果也是为了使这个机翼 它有一个弧度 有一个曲线 然后下面这个帘子 将它也从中间 就整个翻过来一发 就这个向里去反 不用从外 就这样 让它翻到里面 然后反过来这边的处理是一样的 也是从这个底部 这个中间的这个位置 去折 然后将它向下翻一个顶了 放完角之后 在这两个顶点的位置去压一个小角 然后看这个底部 将它从中间就是上边的向里去翻 让它跟压一起 其实这个不用说非得处理成这样 就是大概就把它能捏到一起就可以 然后我们去看这个篮子 我们先拿起这一侧的这个轮子去看 就是在这个尖的这个位置 就大概留一个轮子 轮子这样的宽度 就整个将它撑开 看这个头 这个头撑开 撑开之后 我们将它向外 就向外去 这样 翻了 翻一小部分 翻完之后 我们把 就是除了翻出来的 这一块的这个位置之外 将它给压实 就是里边这个再给它聚拢到一起 这样聚拢到一起 这个还是这个方向给压过来 就压过来之后 这个部分还不是一个圆的形状 然后我们可以去调整一下它 我们去调整一下 将它尽可能的接近圆 或者去折一个正六边形的形状 然后反过来 就同样 将这个尖端的这个位置 给它整个给打开 就展开之后 就展开之后 现在向外翻 然后将其余的部分 再给压到一起 就留出我们轮子的这个部分 然后对这个轮子进行调整 将它调整为一个静圆的形状 然后这两侧的这个轮子我们就折完了 我们接着看下面这个机翼 这个机翼还没有折完 然后这个机翼向下翻 大概翻成这样 然后另一边也翻下去 然后调整一下鸡尾的部分 然后大概在这个位置 我们稍微给它调整一下 就是使它这个弧度更自然一些 就是这样的东西 就是这样的东西 然后再加上鸡尾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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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加上鸡尾 然后我们这款飞机就已经走完 然后再加上鸡尾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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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上鸡尾的部分